Hello 各位好 現在回到這個Pixel網的伺服器中 這次就來講一下Pixel網 究竟如何化織、如何生蛋 我剛才已經拍了一條 但不知為何沒有開到聲音 所以我就要重新再拍了 這條影片除了給我伺服器的朋友 即是會員來看一些教學 之餘我也想給一些玩Pixel網的玩家 去了解一下這個Pixel網究竟如何生蛋 因為你如果不在我這個伺服器中 都沒問題的 因為它是一個適用於所有Pixel網 只要你沒有什麼特別大根蓋 它都是適用的 OK 首先我準備了兩隻要做的精靈 一隻就是多龍 多龍就是這次我們要生的一個蛋 至於鯉魚王就是它的另一半 因為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鯉魚龍和多龍都是同一個怪獸種 其實都是屬於龍種 所以它們兩個進行可以配種 首先如果你想生蛋的話 首先第一步要先做這部機 這部機叫什麼名字呢 這部機叫做木場機組 這部機可以讓你放一些精靈進去 然後進行一些像生蛋屋一樣 放兩隻精靈進去 然後隔一段時間就可以拿到這個精靈的蛋 但是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只要它升上來之後 它會有一些鴿仔 一些虛而透明的正方形 是代表什麼呢 這裡我們稍後再講 首先我們看看這裡 這兩隻就是這次的主角 分別是鯉魚王和多龍 我們先看看多龍 多龍你會看到它會寫著有一點點喜歡上這個5V叉供 即是這個鯉魚王的改名 至於鯉魚王都是分別有寫著 就是開始有一點點喜歡上這個多龍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我在一開始已經做了的一個鯉魚王的農場 在這裡 好 這個鯉魚王牆就是一個 應該只是水系的農場 我們來看看它會說什麼 你會看到它寫著 瘋狂地愛著 應該兩隻都是瘋狂地愛著的 沒錯 你看到可能有什麼分別 兩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這個龍場下面的方塊 大家不知道剛才有沒有看到 剛才鯉魚王的牆 剛才鯉魚王的牆就是整塊都鋪了水 然後再放了這個荷葉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想令那隻精靈去到生蛋的話 你首先第一樣就是要製造一個它適應的方法 我們來舉個例子 譬如我隨便放一些精靈進去 我放了綠尾 然後再加露殿飛鼠進去 對了 OK 你會看到它會寫對它有好感 但是對這個牧場環境不太自在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要把下面的方法換掉 它們才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去到生蛋 否則如果你沒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它們一直都是持續不會生蛋 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譬如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兩隻噴火陀 一定能生蛋 而且是一男一女 但是我放在這裡 起碼都三四天 它也是不能生蛋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它下面是這個草地的方法 他們的草地方法其實都不太適應 所以按下去 你會看到對這個牧場感到不太自在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令它生蛋的話 首先第一樣就要把它們喜歡的屬性的方法放上去 好啦 那我們先請這兩位先走了 我們來回多龍和鯉魚王 由於我剛才也拍過一次片 所以其實很多方法已經放上去 分別就是有這個中介石 中介石的方法就是可以讓一些龍系的精靈去適應環境 至於鯉魚王就很簡單 剛才也看過 只是水而已 只是水就會適應環境 如果再近一層樓 就在水上放荷葉 基本上它就可以再加快生蛋的速度 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就說一下這個升級組件 這個升級組件有什麼用呢 它也寫到的 就是說可以擴大牧場基組的範圍 我們可以按進去看看 牧場基組的範圍 這裡會寫加X或加Z 譬如你每一次加X 它也會擴大這裡的空間 令到你可以放更多給它們一些熟悉的方法 譬如像鯉魚王那樣 那我就可以剷除這些 即假設我擴大了 我就可以這裡都變成水方法 而這裡都會變成中介石 他們的好感度就會大大提升 從而令到它的生蛋速度再度增加 因為這個只是好像不知道2級還是3級的好感程度 我沒有記錯剛才鯉魚王那天就是最高級 那這個應該是第二級的好感程度 那是會令到那個生蛋速度減慢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手頭上沒有那麼多資源 這個東西都不是很容易得到 大家都可能慢慢在找這個東西 又或者是有的話都可能自用 所以其實都很難得到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繁殖也挺有趣的 因為你除了要知道Pokemon配種的條件 然後你還要配合Minecraft的一些方式 放置方式才可以成功生導彈 我覺得這個方式是挺有趣的 對 OK 那這次的影片就先來這裡 希望這個教學也能幫助大家 去到生自己喜歡的精靈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對了 順便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現在這個伺服器的狀況 這裡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 就是我之前剪片的縮圖 OK 然後我們上去看看 這裡 這裡就是我的回憶屋 回憶屋 其實就對應要用一些心之輪片 以及要用大蘑菇 之前大家如果有玩過一些火紅版 又或者是綠寶石版 他也是要用到這兩樣東西去到回憶技能 我都還原了 OK 這裡應該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就是可以教學這個啟寶龍 不止啟寶龍 所有龍是懂龍星群的都可以給他用 輪射這些都可以給別人教學 但是都是需要一些道具 譬如龍之牙 日後都會增加不同屬性的一些招式教學 然後來到這裡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抽獎區 對 那麼開心我們先來抽獎 抽獎機 這些全部都是我弄 我當然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或者這裡應該都可以看到 它是什麼道具 那這個碎片呢 對了 碎片你就會看到 這裡有什麼東西的道具可以抽到 譬如是什麼碎片 這些 這些叫做 屬性強化道具 屬性強化道具 這些遲些我都會用來做一些技能的 學習道具 譬如想學一招叫做 清草滑梯 我可能就要指定是奇蹟種子的道具才能學到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個 薄荷的抽獎箱 但是當然除了薄荷之外 還有大量的這些 不知道什麼道具 看看我可不可以抽到薄荷 當然是好的薄荷 這裡我就用自己才去玩 不是伺服器 我基本上這個伺服器裡面 雖然我負責 收拾伺服器 很多東西都要搞 然後這些抽獎箱 然後其他NPC的東西都要搞 但是那些錢都是自己賺的 OK 那我們來買一買 原來我只剩60萬 好 那抽獎屋順便我就測試一下這個抽獎機 可不可以 因為有時候會失靈 那我們抽一次薄荷 15萬抽一次 那就是買15張紙 15張紙 然後買了 然後應該可以在這裡換 沒錯 那就可以換一個這個鎖匙 那這個鎖匙就可以去到這邊抽獎了 OK 來3 2 1 那看一下抽些啤酒 希望不要是伏東西 很多伏東西 我自己弄了 喂 抽完了嗎 還沒有 這裡只是疾機而已 不要啊 嘩 OH NO 小蘑菇 小蘑菇 小蘑菇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小蘑菇好像是600元 OH NO 小蘑菇是200元 嘩 我刀扣虧了多少錢 刀扣虧了13萬 14萬 嘩 嘩 原來這部機這麼伏嗎 這麼伏嗎 不行 我試一次 各位 來多一次 來多一次 沒理由 這麼伏嗎 我自己的精我都沒有試過 其實我都是試過兩三次 來 再來 做一些好東西來 可以嗎 吊桿也好 薄荷也好 薄荷 嘩 哇 收補負魔術 糟糕 收補負魔術又是 OK 那這個抽獎 先試著這裡 完美地展示給大家看 怎樣虧了30萬 瞬間在20秒之內 好啦 各位拜拜